光眼而三世 成年人的事前小故事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 一个是年仅24岁流行乐队主唱 一个是年过40岁离异单身妈妈 当这二人坠入爱河后 又将掀起怎样的风暴呢 今天便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 由安妮海瑟威带来的新作 《对你的想象》 2024年的美国 单身母亲索林计划独自录营旅行 女阿姨自责准备和好友参加音乐节 这时索林的朋友特雷西上门拜法 害怕索林露营会遭遇不测 但索林已经决定与过去告别 她需要独处 渴望尝试新鲜事物 特雷西随后表批自己今天一行的目的 她要为索林举办一场40岁青生会 从走特雷西后 索林便开车带伊兹等人去前赴丹尼尔加州 伊兹担心索林一人会孤单 这让索林心头划过一股暖流 刚好车载音乐播放起他们喜欢的歌曲 众人情不自禁意气欢场 那轻快乐调逐渐驱散 索林心中音敌别带来的忧伤 车子终于始达目的地 索林并不想和丹尼尔有过多交集 可丹尼尔却走上前来 邀请索林来家中做客 索林心下十分无语 不明白这一语何为 她敷衍几句便回到家中 就在索林收拾好一切 准备出发时 丹尼尔突然驾车赶来 她公司临时有事 只能委托索林带伊兹等人参加音乐节 索林十分震怒 但又不愿扫孩子们的兴致 最终无奈答应 音乐节上人声鼎沸 大家扭动身躯 尽情狂欢 索林还在拿着剔图找VIP入口时 伊兹等人早已安耐不住激动的心 等不及听完索林嘱咐 便匆匆跑向舞台附近 索林哪里参加过这样热闹的活动 她只想找个地方等着一字 在得知卫生间就在门口右边后 便赶忙离开现场 索林出门向右看去 证件工作人员从拖车上下来 误以为那就是卫生间 她抬手敲门 不料里面被人占用 索林刚准备等待 门被突然拉开 一位年轻英俊的小伙子 就这样应容眼帘 让索林一时有些不好意思 而对方也显得呆乐 毕竟她没想到 门后竟有这样一位美丽的女人 等到索林出来 男孩还没离开 她顿感不悦 质问对方为何仍留在这里 男孩明白自己被误解 连忙解释说 这辆拖车是自己的休息室 索林这才知道 对方正是八月月亮约队主唱黑姿 原来是自己走错了门 索林一时间尴尬地 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她开门就要走 却被黑姿叫住身形 索林怎么也想不到 就这短短的功夫 黑姿竟对自己一见钟情 她像所有情斗初开的大男孩一样 极力找寻话题 以此挽留索林离开的脚步 但索林明白 黑姿太过年轻 二人并不合适 她索性关上房门 向黑姿坦白 自己适配女儿来参加乐队见面会 可黑姿非但没被这一事实吓退 反而问起女儿追星情况 索林顿感无奈 暗示对方太过年轻 听到这话 黑姿本以为自己没有希望 却在下一刻敏锐察觉到 索林用女儿父亲来形容另一半 这下索林不得不坦白 自己已经离婚 黑姿心下一席 明白还有机会 不料这时工作人员突然出现 原来上场时间就要到了 黑姿并不避讳 向对方大方介绍索林 等到工作人员走后 她直接当着索林面更衣 惊得索林立即背身 终于 演出人员再次出现 索林赶忙趁乱留走 乐队见面会在即 索林早早到场 正在这时 一阵欢呼声响起 乐队众人立临现场 气氛瞬间被掀直高潮 索林不得不捂住耳朵 感叹他们人气竟如此之高 而黑姿也锁定台下的索林 露出满意笑容 索林见状也忍不住勾起嘴角 她踢下头 劝自己冷静 一字众人终于姗姗来迟 见面会上 黑姿问起索林姓名 两人的互动很快引起周围注意 索林坦白自己与黑姿刚刚认识 乐队成员小傲见状问起索林 这才得知她的名字 一旁朋友也向大家介绍 索林在银湖有个当代艺术馆 乐队成员不禁调想 或许只有黑姿才会去逛艺术博物馆 交谈间 见面会时间结束 乐队众人离开座位 准备登台演出 或者是因这一系列插曲 索林不禁对黑姿产生浓厚兴趣 她一改往日高雅的艺术品味 热情投入观众席中 与众人沉浸享受流行音乐带来的快乐 正当八月月亮乐队准备下一首时 黑姿突然叫停演出 她略显局促表示要变更歌单 改唱更近一点 只因自己今晚遇见一个人 人潮涌动中 黑姿借歌声将引回爱意说到最尽头 索林不禁为这样直白热烈的情谊而感动 她盯着舞台上投入的黑姿 心中泛起阵阵涟 但索林清楚明白 两人也仅此而已了 很快索林四十岁青春会如期而至 朋友问起她四十岁体验如何 岁月沉淀四十年 让她愈加明白过去宝贵 索林感恩一切生命馈则 她端起酒杯 在昏黄烛光中迎接四十岁到来 这天索林来到艺术馆后台办公 员工克莱尔突然出现 馆内似乎来了个大人物 索林不得不出面招待 正当索林疑惑究竟是谁时 映入眼帘的居然是黑姿 索林内心忍不住雀跃 她本以为二人再无交集 没想到黑姿竟再次出现 黑姿解释 自己公寓正需要置办一批艺术品 二人许久未见 令索林和黑姿一时都有些局促 好在专业素养很快让索林回过神 为黑姿介绍那些淘气 黑姿听完 豪爽表示要买下所有淘气 索林只觉不可置信 但也只得叫克莱尔打包 随后 黑姿又对馆内其他艺术画作产生兴趣 精准备买下馆内一切艺术品 可这态度却令索林十分不满 黑姿对待这些艺术品 如同超市扫货 只想通通拦下讨自己开心 似乎并不尊重作者背后凝聚的心血 随即 黑姿一脸真挚 表示是真心喜欢这些艺术 索林本就对黑姿怀有偏爱 文言 他选择相信对方说辞 但黑姿还嫌不够 他渴望与索林相处更久 便提议要看其他作品 索林终于忍不住 指向窗外那些疯狂拍照的粉丝 黑姿却见怪不怪 因为这种情况早已是家常便饭 可馆内其他作品都被买下 现在还能去哪介绍呢 于是索林决定去朋友莎拉 在格伦黛尔的艺术品仓库 索林忍不住笑出声 明白黑姿只是为了哄自己开心 上车后 黑姿直接放倒副驾驶 原因是 不便被路边粉丝发现 索林一时有些不可思议 明星出行居然这般麻烦 好在他们并未引起粉丝注意 顺利到达格伦黛尔 拉开桑枯卷帘 黑姿望着诸多艺术品 发出赞叹 他来到一份日程表现 好奇 这也是话吗 索林点点头 却并不准备解释这幅作品 他想要考考黑姿 但很显然 黑姿并不能理解话中深意 索林也并未产生不满 毕竟二人经过一番相处 索林早已对他生出别样倾诉 他耐心解释画作用意 而黑姿看着眼前 认真专注谈论艺术的索林 不由为之愈发倾倒 随后 索林兴致勃勃带黑姿 参观沙拉最重要的作品 只见一幅色彩斑斓的雨林 被勾勒于画面上 黑姿询问作品名称 精密空间中 黑姿似是触摸到索林心弦 他忍不住问起索林 看这幅画的感受 索林沉思片刻 这让黑姿对索林 过去的人生十分好奇 原来索林也是位 有态度的女性 曾经她力排众矣 放弃一颗 一无反顾的投身艺术 但因此和家里产生分歧 这勾起索林 不愿回忆的过往 她转头问起 黑姿如何进入乐队 黑姿告诉索林 或许人生就是充满机缘巧合 自己曾同时是音乐队 与饰演剧团 结果剧团没过 否则肯定去演戏了 这样说来 如今自己也不知 会变成什么样子 话题一时有些沉重 黑姿不擅长 在这种氛围中保持沉默 转而问起索林 是否要一起吃饭 黑姿明白索林话里有话 她还想插课打婚 蒙混过关 但索林显然不愿 给她这个机会 黑姿这才坦白 自己常年聚焦于闪光灯下 索林是第一个 毫不在意黑姿这个名号的人 两人出狱也很有趣 而索林又是那么美丽与聪明 黑姿没有理由不为索林沉沦 此刻 她也只是想更多了解索林 这番言语 深深打动索林 她从对方真挚的双眸中 体会到情真意切 回去路上 索林与黑姿讨论用餐地点 为了躲避黑姿作为名人 带来的那些麻烦 索林决定干脆回家做三明治 打开房门 黑姿夸赞给这个温馨小家 突然索林发出一声尖叫 冰箱不知何时居然又坏了 黑姿为了安抚索林 干脆悬开瓶盖 一口闷下牛奶 随后她居然担心问起三明治 这让索林哭笑不得 整当索林在厨房忙碌时 黑姿注意到墙上 她与伊姿的合照 便开口问起两人关系 子女往往是父母心头 最柔软的地方 索林回忆起与伊姿点滴 内心奋起一阵柔情 黑姿坦言 自己是赛祖家庭 缺席已久的生父 在自己名声大造后 便极力想与她搞好关系 这样急功近利的亲情 令黑姿很难再信任别人 这是隐藏在黑姿乐天派面具下 从未流露的犹豫气质 索林普京对此十分心疼 饭桌上 黑姿上一秒还在夸赞索林手艺 下一秒便问起索林前夫丹尼尔 这种年轻人的直率 总是能带给索林一些惊吓 索林提起丹尼尔还是有所顾虑 黑姿却认为 大家都难以信任他人 互相敞开心扉 又能有什么糟糕结果呢 这恰好戳中索林痛楚 他决定毫无保留 全盘托出 曾经索林与丹尼尔十分恩爱 他们很快结婚生子 事业也大获成功 可感情抵不住时间磨损 丹尼尔对索林愈加冷淡 索林原本还能安慰自己 生活不是童话 可在某次聚餐时 竟发现周围所有人 都在向他隐瞒丹尼尔出轨的事实 索林顿时觉得自己就像个小丑 可他不愿这个家就此分泵离析 他向丹尼尔展开心扉 表示只要改过自新 一切就可以当作没发生 可丹尼尔还是无情离去 索林从此明白 敞开心扉只能换来背叛 所以他才会选择重新开始 而黑子与索林相处越久 便越能触碰索林心底最深处 那些欢乐与哀伤 他们或许都不是完美小孩 可黑子明白 这让索林十分感动 两颗受伤的心灵 也正在温馨港湾中缓慢靠近 两人长久对视 情意逐渐发酵 索林的思绪却被一阵电话铃声拉回 他起身前往客厅 接起一丝打来的电话 黑子则走向钢琴 弹起乐章 花断电话后 索林来到黑子身边 他喜欢黑子演奏的动人旋律 两人的手情不自禁触碰到一起 随后在以你的氛围里 索林被黑子揽入怀中 他们紧紧拥吻 但年龄差距始终横根在索林心中 他出身就要走 黑子却并不给这个机会 索林心下一横 推开黑子 因为伊兹马上就要回家 索林不愿女儿发现 这段难以启齿的关系 他执意要黑子离开 黑子也并不回心 他愿意等 走前还特意留下一块腕表 黑子前脚刚走 伊兹后脚便踏进家门 这让索林万分惊醒 他看向镜子中的自己 来不及整理好思绪 又发现黑子留下的腕表 索林察觉出对方的心思 回想刚刚在琴边 与黑子的亲密画面 不由百感交集 索林开车送伊兹去营地 一路上他们欢声笑语 在目送伊兹与朋友会合后 索林才放心离开 晚上索林躺在沙发上 与特雷西有一搭 没一搭聊着天 突然收到黑子的短信 表示自己无法忘记那个吻 索林又何尝能忘记 但暧昧中的人总是容易羞涩 索林故意避开话题 黑子却并不准备就这样轻易放过 他坚持不懈提起那一吻 索林表面无奈 但内心早已荡漾 随后 黑子邀请索林来纽约 在埃塞克斯酒店共度周末 睡前 索林看完八月月亮月对MV 他盯着屏幕中的黑子忍不住微笑 其实索林也很想念黑子 他拿起床头那块表 不住摸索 决定直面心中想法 飞机抵达纽约后 索林马不停蹄前往酒店 他敲响房门 眼前正是自己日夜思念的男孩 索林告诉黑子 自己把那块表带来了 黑子哪还哭得上表 他盯着索林 再也压抑不住汹涌澎湃的情感 二人呼吸交缠在一起 窗外浓稠的叶色 也掩不住室内淫泥芬芳 黑子既有如火般炽烈情感 也有如水般柔情 索林被黑子点燃内心激情 尽情享受拥有彼此的每一刻 等一切结束 黑子又在床头弹起那首钢琴曲 索林问起他是否一直弹吉他 但黑子却谈言 自己在加入乐队前不会演奏任何乐器 随后他为索林讲起一个故事 几年前 黑子曾被一直崇拜的乐队主唱联系 这让他满怀心喜 以为能和偶像合作 可到了目的地才发现 自己不过是对方拿来取乐孩童的手段 索林万分心疼 他越接触黑子 就越发现风光背后满是伤痕 索林俯上黑子脸颊 郑重告诉对方 一日清晨 舒缓的吉他声 唤醒睡梦中的索林 他穿上外套走出卧室 依偎在黑子怀中 黑子即将去欧洲巡演 他十分不舍索林 提议索林与自己同行 可索林真正害怕的 是他与黑子走上街头 会遭来非议 黑子却不畏惧流言蜚语 他从不在乎他人看法 实在不行 就对外宣称索林是艺术顾问 文言 索林闭上眼睛 虽对未来有所隐忧 但还是无法忍受即将到来的漫长分别 最终决定 与黑子一同前往欧洲 飞机上 黑子主动向大家 介绍艺术顾问索林 随后二人落座 预备迎接这档 注定不平反的欧洲之行 欧洲巡演大获成功 索林在台下看着光芒四射的黑子 内心不由升起几分自豪感 与此同时 在没有演出的日子里 索林与黑子尽情漫步在欧洲街头 他们骑着自行车 悠闲穿过乡野小道 在沙滩边享受海风拂过脸盼 就像城市中最普通的一对情侣 用心感受旅途中人生的美好意义 这天正在挑衣服的索林 接到姨子的电话 不料黑子突然过来 尽管她刚开口 便被索林推开 这让黑子颇为失落 她忍不住问起索林 是不是对于小自己 16岁的歌星恋爱这件事 感到丢人 这瞬间出中索林的心事 但她不愿黑子伤心 于是再次找不 自己与姨子通话时间有限 来不及交代恋情 黑子并不傻 她清楚索林心中真实想法 但那又能怎样 最终也只是以笑了之 等乐队在巴黎演出结束后 黑子与索林来到酒馆约会 连人的浓情蜜意 使黑子放松警惕 竟在公众场合与索林亲吻 索林有些担心 但黑子认为 这里与美国身高水长 不会出事 殊不知 一家相机已经默默记录 二人的亲密画面 随着巡演告一段落 乐队众人也迎来小长假 黑子与小傲带着各自女伴 在法国南部租了一栋别墅休息 正当索林换好泳装准备下水时 忽然注意到屋外泳池边 女孩们年轻的身体 她顿时自卑起来 岁月在身上 无情刻下诸多印记 让索林感到有些抬不起头 她只能身披肠宝 谎称自己有家族皮肤癌病史 尽管女孩们并未多嘴 但索林心中仍有些不安 好在黑子来到身边 让她有了躲避的地方 可随着众人开始闲聊 女孩又问起索林的女儿 只为暗示她年龄太大 索林只得用笑眼是尴尬 接着 女孩问起索林与黑子相恋的过程 索林表示 这一切本来只是偶遇 可黑子居然在演唱会上 送给自己一首歌曲 正当索林疑惑时 小奥立马接过话题 原来临时更换局目 只是乐队成员 用来撩人的惯用手段 黑子曾经为女演员汉娜 做过同样的事 小奥故意询问索林是否知情 索林此刻心中 有再多震撼与怒火 也只得强压 她晚尊笑道 自己当然知道 可女孩们并不准备放过索林 她们又一有所指 抱怨汉娜死在烂打 索林再也听不下去 众人对她的嘲弄 起身离开 黑子不明白众人 为何会抱有这么大恶意 却只得到女孩们一声倾笑 索林此刻正失魂落魄 回想刚刚的一切 黑子不仅用把戏欺骗自己 居然也同样追求过大龄女性 她从来都不是例外 自己40岁却搞不清状况 还能被黑子的烂档子戏码掉上钩 索林竭力保持冷静 只想赶紧收拾行李 离开这片伤心地 黑子不愿就这样与索林结束 她极力挽留 而索林再也听不清 黑子任何结识 只有自己被蒙在鼓里 这种烂俗剧情 居然再次上演 索林只觉自己 又一次成为 共人取乐的小丑 黑子急切想要 向索林 袒露自己一片真心 毕竟与索林在一起 是从未有过的开心满足 可黑子见索林竟无动于衷 她再也忍不住 将心底真实想法说出 黑子看出索林 对这段关系难以及止 她周围没有任何一个人 知道两人恋情 而黑子却大大方方 向所有好友介绍索林 黑子也会感到不公平 索林坦言 自己确实对两人关系 感到羞耻 黑子心底早有答案 但在听到对方亲口承认时 还是难以接受 她明白再这样下去 两人会变得很难堪 黑子不愿事态走向这一地步 决定放索林离开 索林留下那块 一直随身携带的表 搭乘飞机回到家中 刚一进家门 索林看见门口摆放一块包裹 她拿起一旁信封 包裹竟是沙拉送来的 索林看完对方留言 瞬间明白一切 黑子虽然不懂艺术 但她愿意去懂索林 是黑子私价里专程找到沙拉 买下那幅画送给自己 索林盯着那幅色彩斑斓的树林图 心中满是悲伤 第二天 丹尼尔带着一娃 为伊兹送来生日礼物 那竟然是一辆汽车 可丹尼尔自行并不只有这一个目的 她向索林提起 朋友在罗马咖啡厅里 曾见到索林与八月月亮的一个主唱 亲吻牵手 索林顿觉不妙 却只能佯装镇定 她解释 那只是一个客户 丹尼尔敲打她 这件事太过疯狂乍裂 索林哼哼一笑 送走丹尼尔 随后 索林来到特雷西家中做客 丹尼尔对这段恋情的看法 让她坠坠不安 索林试探性问起特雷西意见 特雷西却毫不在意 她作为索林的好友 只希望索林能收获真正的幸福 索林文言放松不少 但好景不长 索林这天起床便收到好友短信 提示她务必远离网络 索林隐约能够猜到发生什么 但在搜索框中输入黑字等关键词后 挑出来的第一个标题 还是让索林大叫一声 索林去接一字路上 手机被朋友们信息轮番轰炸 她心神不宁 终于将车开进营地 发现自己俨然成为一个名人 不断有家长认出她就是黑字情人 纷纷上检与索林打招呼 索林来不及收拾情绪 竟发现一字站在远处冷冷注视着她 索林只好向女儿坦白 其实二人十天前就分手了 她眼角闪烁泪光 这让一字愤怀心疼 她并不反对索林与黑字相爱 一字只是生气 索林居然和丹尼尔一样欺骗自己 但一字始终关心索林 在她看来 索林现在遭受的网络暴力太过莫名 难道只是因为索林是女人 年龄又大 就活该被骂吗 每个人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利 这无关年龄性别 一字知道索林还爱着黑字 她鼓励索林去勇敢追爱 有了一字支持 索林决定找到黑字重新开始 她来到录音室 静静凝望那个认真谈唱的大男孩 这时黑字也发现索林 她拜托现场工作人员暂时退长 随后放下吉他 缓缓走向索林 索林反思之前 自己太过苛求黑字 但谁还没有过去呢 把握当下才是正途 黑字没曾想索林居然会主动找来 巨大惊喜冲得她一时缓不过神 但看着眼前温柔优雅的索林 黑字再也忍不住思念 一把揽过索林 将心中无限爱意 轻困在这一吻中 随后黑字来到索林家中 和众人表明官宣后 可能遭受的冲击 但好在 一次与朋友们都坚定选择索林 他们已做好准备 一起对抗这场舆论风暴 索林与黑字走上街头 高调示爱 瞬间引起舆论爆炸 赫雷报道如雪花般 纷纷砸下两人 但索林与黑字毫不在意 既然他们已经决定选择彼此 又何惧流言蜚语 他们在铺天盖地的指责 与质疑声中 尽情相爱 这天 丹尼尔找上门警告黑字 这种疯狂举动会毁掉所有人 索林家周围满是狗仔与狂热粉丝 丹尼尔尤其关心伊兹安危 今天就是特意来接伊兹去上学 索林却认为 这只是小题大做 住宅附近也安排摄像头与安保 没人能伤害他们 丹尼尔这时话锋一转 讽刺索林不切实际 年纪一大把 居然还幻想与歌星恋爱 这无意戳中索林的痛楚 在索林看来 丹尼尔出轨欺骗在先 他有什么立场指责自己 丹尼尔背对的无话可说 转身出门 因此终于出现 他被丹尼尔护在身后 极力躲避那些长江大炮 索林透过门窗注视着这一切 一时有些疲惫 索林不解 这些无休止的骚扰 究竟还要持续多久 这时黑兹满脸歉意看过来 原来小奥遇见很严重的麻烦 他必须过去帮忙几天 黑兹很抱歉这样紧急关头 不能陪在索林身边 索林壮肉无事安慰他没事 但内心却惶惶不安 不仅家附近深受骚扰 艺术馆周围同样围满粉丝与狗仔 这严重影响艺术馆正常运作 特雷西推门出现 他察觉索林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专程过来陪索林共度难关 但索林还来不及松口气 便要去学校接一次放学 校园里不断有学生对着索林指指点点 这时 一次面无表情拉开车门 索林直觉今天学校里出了事 艺术满脸悲愤 他告诉索林自己遭受的那些侮辱与嘲弄 索林文言心疼不已 艺术这才发现 言语是一把利刃 他无法真正做到无动于衷 艺术哀求索林 让他去丹尼尔家中暂避风斗 索林送走艺术刚下车就被狗仔团团围住 他尽力让自己看起来没那么脆弱 但关上房门 却无法彻底隔绝外界声音 索林打开电脑 互联网上充斥着对他的羞辱与谩骂 恶意如潮水般压来 并索林几欲透不过气 他开始思考 自己与黑兹真能一直走下去吗 今晚黑兹就要飞回洛杉矶 索林坐在车内静静等待 黑兹拉开车门 许久不见 他甚为想念 索林却递给黑兹拉开手表 遗憾到 他与黑兹这段关系 严重影响伊兹正常生活 索林可以为爱勇敢 但他无法接受伊兹受到伤害 黑兹东姑表示 自己愿意退出乐队 但索林比他更冷静 因为那样只会让两人处境更糟糕 黑兹不明白 明明幸福唾手可得 为何又转顺其事 黑兹声音静静回荡在车内每一个角落 沉默却是索林能给的唯一答案 黑兹心下明了 解开安全带 下车离去 回到家中 索林收到黑兹短信 他拉开房门 准备迎接最后告别 黑兹痛苦地尝试挽留 但索林明白 再继续下去 对谁都是负担 索林与黑兹满心装着对方 但相爱的态甲太过巨大 他们在夜色中留下最后一问 彼此的爱与痛都化作晚风 轻轻飘向远方 黑兹与索林约定 五年后再续间缘 时间总会抚平一切坎坷 届时 一次踏上社会 自己也已退居二线 那将是一个美好未来 离开前 一如初见 黑兹再次留下那块表 五年 多么漫长 但只要心中有爱 有希望 便可跨越万水千山 索林坐在椅子上 想着过往种种 那些与黑兹有关的笑语类 那触手可及的美好未来 他只觉满心欢喜 五年 弹指而过 一兹去往芝加哥参加工作 索林依旧在银湖经营艺术馆 这天索林如往常般 收看有关黑兹的节目 屏幕里 黑兹续起胡茶 一改当年青涩模样 索林盯着聚光灯下的爱人 不知不觉间 眼眶饮满泪水 节目中 黑兹告诉主持人 自己将去洛杉矶度的短假 主持人好奇为什么要在洛杉矶 黑兹羞涩笑起来 索林明白 黑兹要来赴约了 这天 索林走进艺术馆 自是受到某种感召版 他扭头朝身后看去 却空无一人 索林有些自嘲摇摇头 他知道自己有些过于心急 边走入办公室画设计稿 但始终不能静下心 这时 在隔壁若隐若现的人生中 索林突然捕捉到独属于黑兹的声线 索林不可置信盯着那个熟悉背影 一瞬间 回忆台山倒海般袭来 黑兹似是察觉身后异样 他转身 撞紧一双秋水剪桶 就在对视的那一秒 爱意如烈焰般生疼 照亮过去无数个夜晚 也编织出未来无数希望 全片完 对你的想象是上映于2024年的 美国爱情片 主要讲述一位美丽的单身母亲 与流行乐队主唱的爱情故事 大龄单身母亲与年夏乐队主唱 这两个很drama的身份 让人忍不住好奇 能碰撞出怎样的爱情火花 影片时常近两个小时 对于男女主感情处理非常细致 从一见钟情到展开公式 再到坠入爱河 通过周围环境 人物对话 及神态都进行一番细腻刻画 感情水到渠成 很值得细聘 影片中索林作为一个普通人 他与黑兹在恋爱中 遇到的问题和反应都很真实 有顾虑也有退缩 但黑兹从未放弃 好在索林也都能给予回应 一路波折 最终修成正果 令人十分动容 安妮海瑟威太过美丽 影片中人物设定 又是画廊主理人 自身艺术气息浓厚 与黑兹的差距 仅仅体现在浮于纸面上的年龄数字 所以阿月认为这是一部合格的喜剧爱情电影 但很难如主创团队狗中所说 能够真正打破陈旧观念 观众们又是怎样看待这段相差16岁的年夏恋呢 欢迎多多留言评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见